近日赵本山正忙着跟冯小刚导演筹划春晚大忌 另外一位重量级人物宋丹丹也因这两位好友相继担任春晚的核心主创 是否再上春晚又再度进入春晚的话题榜中 因为身体的原因宋丹丹已经多次婉拒过央视春晚 而自冯小刚和赵本山走马上任2014年春晚导演后 观众们对山丹丹组合回归春晚抱有极大希望 日前有媒体爆出宋丹丹已经婉拒春晚 不过随后又有消息指出宋丹丹是否上春晚还没有最终定论 据知情人士透露现在说宋丹丹上春晚还为时过早 冯小刚和赵本山还在就上春晚的一些细节问题与宋丹丹进行沟通商榷 据媒体报道称冯小刚亲自打电话邀请春晚老面孔宋丹丹回归春晚 希望他能与赵本山一起搭档演小品 但任凭冯岛磨破了嘴皮宋丹丹仍然不为所动婉拒邀请 而昨晚春晚顾问团的一顾问向媒体透露 宋丹丹冯小刚赵本山都是好朋友虽然面对两人的邀请 宋丹丹现在还不是很愿意 但考虑到与两个老大哥的朋友情面宋丹丹可能还是要给面子的 所以目前宋丹丹面对冯小刚的邀请其实并没有说绝不上 再加之还有赵本山老大哥一直在背后做宋丹丹的工作 并表示如果宋丹丹最后真的婉拒冯小刚和赵本山的邀请 还有一位喜剧女天才可以与赵本山连妹表演喜剧小品 此人就是央视曾经的著名主持人倪平 两人将组成三品组合出现在2014年春晚舞台上表演小品 东星娱乐整理报道